开始了 给大家好 3月好 3月1号了 日子过得挺快的 然后咱继续滚出好莱坞 滚进哈利物 那今天我们有个新朋友 我先不介绍 为什么新朋友拿个梳子 懂这些啥意思 今天来之前家里正好停水了 结果今天是零食挖的管道 房东没被通知到 所以房东没通知到我 我下去 借口还挺多 为什么停水了 就没洗脸了 他也没洗 因为我以为你们这有书画 我看他拿笼了 我今天带书画 这个栏目是我们创办的 你特别清楚 我这边还好有两个洗手间 没关系 以后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起来 自己在洗漱工具用不用 最关键是管哥 你看不洗脸 比洗脸的还干净 这什么话 我怎么听着不像花人呢 这话 不不 你看 我这洗了脸 我这洗了脸 能擦出来是洗了脸吗 对 关键是我是不要脸的 那个管哥你要脸吗 我 我替你要 那我该要还是不要 但我就从你最开始 让观众看看 我们的朋友看看你是要不要脸 介绍一下 好 大家到我东东就可以了 这次我算是这个哈利的朋友 所以这次是第一次来到咱们 哈利物的这个节目 其实我之前就跟哈利说说能不能早点过来 早点过来 早点加入这边 早点 早点过来是要收费的 带着早点过来 对对对 早点过来 你还捡你我了 你中午又没洗脸 你还用我的水 你还早点 我带着把梳子 早点 早点是可以带过来的 早点是可以带过来的 对对对 这你有脚 东东是本身自己也是个主播 大主播 做新闻的 大字咱就省了 说起咱的经验来说 你要多一些 哎呦不敢 我们才 这第五期还是第六期 我们就属于这个 这个小学生 是吧 那我就又圆比面 可以 你可以 然后自己呢 现在听说 也是对这个 演员这个行业 比较感兴趣 是吧 没错 据说是从小就起过 从小 这个演员 都是 这个演员这个行业 这么说吧 只要你是喜欢 基本上都是从小喜欢的 对对对 可能跟家里边的一些影响 我不知道你这种情况是不是 我家还真没有 但是我后来发现 可能是因为我是从东北来的缘故 东北国子林这种 这种搞笑的那种表现的基因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不是说家里边有干这个的 家庭环境 会让你促使有这种表演欲望 它有一种影响 这个尤其是东北吧 大连人吧 我刚才去打定大连人 东北这边 我们之前也聊过 东北这边有一个特色 就是东北人的这个 语言的感染力特别强 对对对 你看是这样的 我是这么感觉 你看我们天津人了嘛 天津人语言也挺有特色 天津人的特点 但是天津人的语言呢 不具山东性 你发现了吗 其实我感觉它是一种 搞笑性的比较多一点 我的意思是说 天津人 如果用天津话去说话的话 你会觉得蛮好玩的 但是它没有一种 就是能够激起你的 一种兴奋点的感觉 它是比较软的一个东西 东北话你一说 就很发生 它有一种发张的感觉 所以让人的情绪 对会让人的情绪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兴奋点 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就是说 实际上 对 江山都是东北 实际上你看 现在我发现 其实现在就以我们国内来说 全国 这个语言 我发现这个语音 已经不分点了 随着这个信息的发达 还有这种互联网的发达 我发现语言已经不分地区了 你发现东北 那个广东人没事也涨 也涨 其实东北现在也有很多口语 你说那个某些 然后东北也会说一些广东的一些 其实随着这个移民潮 语言也移民 或者是这种信息发达量 人会觉得哪种好用 或者说哪种语言 或者这种语言里边哪个词 我觉得特别简单 或者特别能表达我情绪 它就开用了 还有就是跟你 有一些气候原因 就是你要有一定的气候了 也是 你像东北确实 他就照本商 然后接着就小品各种就起来了 包括现在喜剧也是很多 沈腾这些 一起来就有听了多了 那广东人原来是不太接受 实际上 我觉得之前 咱这个话就先 短聊 之前其实国内 我发现有一种情绪 就地域口音这种情绪 但我实际上我觉得这个 或者说某一个地方 特别奇倡他们地方的这个预言 我觉得要保留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 也不用那么操心 因为适用的语言自己就省存下来 没错 根本就你不用去特意去怎么样 你像很多古汉语 他为什么流传不就不好用嘛 不好用就流传不下来 我们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考虑过 因为我比较担心就是 我们家是小众语言 小众语言一旦没有人说 是不是过了几代人就消失了 现在目前这种趋势是有 其实啊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好像就说 消失是自然 自然程序 不消失反而是人为在保留它 很多不光 他在变 你现在说的 就不光是说的语言 这种东西 包括文化艺术创作 都有这种情况 包括电影 也有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 像过去的无声电影 无声片或者末片就是说 实际上现在还有人在做 真的 对 我们知道在好莱坞 还有人 它是一种坚持 是一种保留 但你说还有人看嘛 那看的人可能都是一种 一种一种 所以它是一种 保留 能保留下来 它反而是人为的 人为保留下来 那作为大众的选择 那什么好用 其实是大众自己选择出来 包括大家愿意看开心的东西 小品 能接受 接受的多 它是有个载 需要有个载体的 对对对 咱再聊回那个 东东 聊回书子 这小时候就大家都有这个梦 包括我也有这个梦 滚哥不知道有什么梦 反正肯定是有他的梦 就 我梦醒十分 刚睡觉 实际上 你看我刚跟那个大伙也聊过 我这个 现在目前阶段做编剧 其实我可以 我作为一个编剧 我就是作为一个编剧 自己站在自己身份上讲 我觉得每一个编剧 其实在年少的时候 我说的是编剧 不是作家 编剧的话 年少的时候 应该都有一个表演梦 真的 就编剧有表演梦 应该都有表演梦 只不过是他 后来发现自己不太适合 站在目前 用笔了 所以才用另一种方式 去表达自己的表演欲 因为在我写剧本的过程中 我会发现我会亲身去自己揣摩人物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种表演 而且我是在 在揣摩不同任务的表演 我要想像这个人物出在镜前的这个表演状态是什么 所以我这么体会 我觉得其实每个编剧自己也年少的时候应该也有个表演梦 除了你适不适合站在台前呢 突然被果哥一说感觉这个编剧仿佛是一个总设计师一样的概念 他是最早的一个蓝图嘛 对对对 比导演还要早 现在有这个编剧 那很多导演也在试 对 这个就是 咱这么说 也别说总设计师就是 一人干一行 你是干哪行的 就是干哪行的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编剧 他在 你看 他一个还没有成型的东西 他脑海里已经有 有画面了 是吧 他说果哥给我这个将来一个择业的一个方向 他是这样子 从演员退下去做编剧 因为是这样子 就是编剧跟其他 不要免为其难 编剧跟其他的这个文学形式还不一样 因为你其他文学形式我写出来就写出来了 是吧 对 这个要有画面 观众观众你去看去 那编剧有一个问题是说 我写出来我得知道导演导演能不能拍 是 对对 很不一样 你知道吗 如果我写出一个场景来 我说的 我今天写一个 有一个航母登陆 登陆这个 这个拿拿拿 我预算只有几百万 我写出来这有什么用 一点用都没有 你知道吗 就是 你一定要考虑 我是给谁写的 他的预算 对 然后怎么去还原现场 对对 而不是说的一种纯书面 再有就是那种没有去拍过片 或者跟过组 或者跟导演合作过的话 你那种编剧 也未必是 没有现场感的话 我最近听那个什么 顾什么 顾什么样 顾小 那个就是那个不见不散的那个编剧 他也是 他当时也是从文学转到编剧嘛 一开始 他就蛮大的 其实不是 后来冯小刚刚刚才 你说 他说好多东西你不用写 你别 别为那个导演 就说 你要站在那个角度 但你不用 去写出你怎么去做 你就把那个画面感 这个这个画扯 然后又扯到编剧上 还是说 那个编剧 编剧有这个 其实编剧也都是有演员梦的 不是演员梦 是表演梦的 应该在最初的时候 应该都有这种表演梦 那作为演员来讲 我觉得刚刚没聊这事 就是作为演员来讲 他没有这个梦 就是说是 他本身如果不喜欢的话 或者不喜欢表演的话 他基本上不会进这行 进这行 那基本上都是 自己有一个主动的一个主因 对对对 是吧 然后看看东东那边 是出于一个 就刚才讲了一下 出于一个什么状态下 比较喜欢表演这个 我是入行比较晚的 我是这个脑子可能 转的比较慢 28、9岁时候开画了一下 发现 你今年多大 这不就去年吗 还没开画 还没到 好像是明年 明年我28 预知会开画 然后我感觉预想自己 好像是有一个表演梦 自己可以成为一个 有名气的一个演员 这样子 然后就通过不同的 事情也好 看剧也好 来模仿 那现在咱们讲一个 说到根结上的事 就是 都表演梦 对吧 聊了 那你就是作为有表演梦的人 你的最初的初衷是什么 我初衷是想 希望站在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 只要有观众在看着我就好了 两个概念 像我们这种情况 我们不用演 我们不用演 观众也在看我们 他演员是不一样的 对 你说的没错 你像戏分是这样 但是他的感觉 我现在讲的是演员的问题 这是一种感觉 他讲的是感觉 我说的是演员的问题 就是你做演员 要去塑造一个角色 因为在一个 那个 那种感觉 可能 有没有进一步 一个最初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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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力 最初的驱动力 可能就在于搞笑这两个字上 喜剧 当时我还不了解 什么叫喜剧 还不是 他之前我们聊过 他对那个谁 那个乔山 是对你有一定的影响 是不是 我当时最早是看 是不是有个具体的人 爱笑会议室出身的 我不知道果哥 是不是爱笑会议室 那个张子栋 张子栋 乔山 修瑞 都是从这出身 我挺喜欢他们的 我当时就是看他们节目 看了两个晚上 没睡着觉 我挺喜欢张子栋 因为张子栋的 其实 张子栋的表现力 各方面 包括他的肢体语言 他的肢体语言特别好 他其实是一个 可以成大才的人 但是 我可能 路子走的吧 其实他是比较适合 大影幕的 他的肢体语言 各方面比较适合 大影幕 当然 这个人家已经 高瘦的那种 对 人家已经成名 咱就咱就 咱就不加评论 就是我的感觉啊 但是你刚才讲的 都是一个外 外 就是我想给别人看的 东西 就是我想给别人 体会到我的 就是你从你自己内心的 一个出发点 管哥等于在挖掘你的 这个 挖掘我这个表演 潜在这个因素 我内部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一个 可能就是一个基因 我也说不出来原因 自己发现 没有 没有人培养 没有人挖掘 爱说你表演不错 你来一下试试 你干 你算数算的好 你做个会计 没有人告诉我这个 自己高兴了 自己上课堂上 自己去表现 为什么刚才问你这个事呢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看哈利也有参与很多表演 是吧 慢慢的从这个玩票 现在走上专业 而且现在身家是 我也 遇见明年 而且现在是明码 明码标价的身价 你知道吧 这个 千万别这么说 待会 有道理 但是 但是 但是我 说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 就是你 去做这个表演 这个工作 想当演员 去表现 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有一个驱动的内音 就是说 你发到了这个内音以后 你 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做这种节目 或者去 去 去 讲个笑话 搞个喜剧 包括小品 不是这个东西 因为 我们说的还是电影演员 我们还是说这个电影演员 所以 因为电影演员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表现一个角色 如果你不找到内心最强的 那个驱动力的时候 那么 你在表演的时候 你会失去目标 你的目标会不会 我觉得我也在学习 我也在学习 这个是挺挺 就是你要挖掘到自己 最内心的一个驱动力 你的这个驱动力 最早 他的驱动力 我是这样的 我最早的一个驱动力 很简单 我觉得 做演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可以旅游 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 对 演不同的人 对 因为我们一生起来 基本上 咱们不说定格吧 基本上你的大的趋势 已经定了 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你是什么样的教育环境 有一定的轨迹 基本上大的轨迹 基本上不会出大的这个趋势 也就是说 你不太可能变成一个 跟你完全不同世界的一个人 但是你看到那个世界的人 你会很好奇 他是一个什么程度的状态 你比如说 有的人会往好处想 如果我是个富二代 是吧 演一个视野 对 我是个富二代 你看那个富二代 周围好多的美女陪着 一般不是像做演员的 他会喜欢去看 去这样去看 但是你做演员 但你想体验 体验那样的生活 或者有人说 如果我是一个生在很穷苦的 一个小上沟里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流浪儿 或者什么的 我是一个什么人生体验 那我觉得 我的出发点是 我如果能体验 每一个这样的环节 我觉得我人生就会变得很丰富 变得很丰富 不一定 当然我不一定 非得就是变成那样的人 但是我会关通观察 去体验 有一个时段 这件事 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 而且你要那个 做到让观众都心以为真 你就是那个人 那你这样的话 你去表演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有一个 最初的一个欲望 就是说我要变成那样的人 是这个比较深 所以这个是我开始 开始就是说 对表演这个行业 比较感兴趣 后来呢我发现 我好像在镜头前的第一反应 不如我在幕后 做一些具体工作的反应好 所以就把这个工作 就是往后 就是自己沉淀了一下 所以我刚才就是 问你这件事 就是你有没有 就是你在做这个 就是说很多人可能 我觉得这个事是吧 也不一定费得思考 才能成功 有很多人可能没想 一路就干下来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对这个事情 有一个沉淀的话 你的演员录 可能会不一样 你就会看很多演员啊 就是你看很多演员 就是你会发现 其中有些演员 跟其他演员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确实是 你如果说 你说起这个 内音的话 是有感受 确实也是想 也是想体验这种生活 但你 假如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也未必 一下就回答出 这个结果 但就是说 在演的过程中 确实是 蛮有意思 就是你会进步 你一开始 通常你会回头 看自己的片 都会觉得 别看 不看 好多有名的演员 他都不看自己的片 有这种 对 所以 就是如果滚哥 说到这个问题啊 我感觉最开始 和滚哥这个理由 有一点点接近 我就想突破一下 对 因为我自己的 这个从小到 比如说到来美国之前 的人生吧 比较固定 比较安稳 比较是符合 这个在大陆生长的孩子 这个正常一个轨迹 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 那我大学就过来了 当时不知道 现在走出来发现 太过于平稳了 当然这不是一个坏事 这可能是个挺好的一个事 正常的结婚生子 等等等等的 但后来发现 既然出来了 既然有不同的生活了 就可以选择不同的东西 所以还是我说的 就是想体验一下 不同的人生 我当然还没想到 不同人生这个角度 但是我想突破一下自己 那实际上是这样的 你突破一下自己 是在你真实人生中 想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不同的生活状态 是真正的去做 是吧 这样是最好的吧 那我现在说的是 一个演员 实际上他本身的工作 可能就是体验 不同的人生状态 那我觉得可能 就是正好这个工作 跟你本来心里 想要 就是想要去尝试一下的东西 正好吻合 然后你又发现 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些 天赋 或者说 叫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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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长吧 或者说比较 可能更 就更会表达 或者表现 所以 你会对这个 现在会比较感兴趣 是吧 其实这个擅长 我到现在没有感觉 自己很擅长 就是不同的剧组 这样历练下来 那没有剧组 怎么历练 看一个 看一个人物 我觉得这人物演得非常成功 我自己就去 模仿一下 体验一下这个角色 没有人配合 我就假设一个情境 这是A 这是B 我就还是自己演一下 实在体验不了 就是把自己假设到这个场景里来 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稍微体验一下 但这个有点危险 感觉自己有点这个精神分裂的这种感觉 应是幻想到 幻想到不同的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 所有演员都这么干 应该 都会这么干的 因为 或者说 起码有这么干的过程 你知道吗 你为这是个必经的过程 我们这么讲 干什么事都这样 不成模不成功 你如果对这件事不成模 你还别说不成功 你连成功的门都没有 那好像我怪不得还没摸到 先得成模在那成神 所以你说你刚才觉得 感觉自己有点模的模的 这个不过 其实我当时内心有点害怕 就感觉自己是不是这个 太爱这个行业了 或者说没有摸切这个行业 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每个人都是这样 走到了另外一个 歧途上面去 每个人都是这样 往前走的 你不可能对一个东西 完全了解以后 你再进入 你完全了解 你再进入 你就 太晚了 不是说太晚了 是 顺序就不是这么个顺序 做事就不 你肯定是先进入 你才去了解 然后再了解 再深入 再进步 你肯定是这个顺序 没错 你如果是反过来 像你刚才说的呢 那你就总是在想象 你就永远踏不出第一步 对对对 你想象的 而且往往是不对的 就你觉得会沉默 我跟你说吧 我跟你说的 默跟那个默也不一样 我写第一个剧本的时候 我比较幸运 我认识一些 这个影视圈里的人 然后呢 我就把我第一个剧本 发给一个认识的 一个比较知名的 现在咱们都说是谁了 反正是蛮知名的 然后我到现在心里边 我还是认为 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当时咱咱嘴上不说 不去蹭人家热度 你知道吧 我发给他的时候 当时 这个老师就发给我一句话 你的剧本太烂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我也是不懂 什么叫写剧本 然后老师跟着后边 写一句话 这是一本书 我借你看一下 给你看吧 当然我知道 老师的有两个意思都有 那个导演两个意思都有 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把第二句话当做 他给我的鼓励 我就去看了那本书 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从开始演 因为是这样子 你在我们在看别人的作品 包括表演是这样的 我们在看别人的作品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也能来 对 对不对 是这种点让你兴奋起来 对 想加入这个行业 但你真正一旦自己着手的时候 你发现这里边的难度 特别多 其实 不是你想象这么简单 那这个过程中就淘汰 会淘汰一大部分人 那能坚持下来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坚持力 那我就是说的 从开始写剧本的时候 一点一点说不行 就开始写 我现在大概也有个 七八年了吧 但是七八年前我是写作还是有一些一点点功底 所以转化成写剧本 那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得意的地方 但是就那样的话 你从这个开始接触到写剧本的方式 到最后你能写出剧本来 能觉得我写的东西是可以拍出来的 这也是经历一个很长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你作为表演这个行业 其实也是这样的 一定是有这么个过程 我现在经历过程就是 还不停的被这些导演 试镜结果就给pass掉了 你都是在什么 就是在哪些剧组去试镜呢 我以前跟哈利在 以前参加过哈利一个剧组 也是这些 就是说我们现在 学生片啊 对这样的一个小范围 那你有没有 就是有参加过一些这个 表演在这个训练呢 我最早是在训练课上和哈利认识的 但是很长时间之前呢 在一个 我不是在训练课 对 他在训练课 我在训练课 然后被哈利先认识我 然后哈利说我在哪里哪里 哪里见过你 我在开视频 那 那就是说 咱们这么说吧 你现在 咱们也是为了了解 大家的 就是在这个 这个圈子的演员的一个状态 其实就是东东的这种情况 也是代表了蛮多人的 对 那我就是想 就是我也是想 因为多了解一下 就是你现在 那你希望你通过你的努力 最后你能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目标 因为你在这边呢 我跟你说 因为咱们实话实说 你在这边参加这些 演表演 就是电影表演 跟你在国内 混这个圈是不一样的 对 不一样 你要明白这件事情 OK 除非你说你有一天 我想回国也干这件事情 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 叫什么 市场就不一样 对 是吧 我在这边 我们华语 华人的这个圈子 还是个小 这个就是 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圈里面 就大概肯定是知道 一一说就明白 对 但那个下回我们可以聊一下 这个话题 对 就是 就可以深入 就是想 就是我觉得你先 先要想清楚 你 你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 样的一个目标 就算 我觉得我现在 暂时达到了我这么一个 要说这个华人演员 这个突破我不敢说 现在就想做一些自己的突破的东西 比如说刚才是突破 我的这个视镜的机会多一点 被选中的多一点 甚至说这个自己的这个表现的镜头感 强一些 包括肢体的动作呀 包括怎样的 另外 是不是台词能多一点 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进步 就是 另外说 如果是当然有大片子 比如说院线的这样电影 如果有机会去参加一下 一下的话 就是有台词吧 这可能会是很多演员的 这个小演员的一个大梦想 你走在我们眼里可能感觉 好像院线电影是这个非同寻常的 大家会坐在这个影院里面看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但是我们就会这么去想 也不是 也不是误解 确实是 因为尤其在美国来讲 你能上院线的话 基本上就是下个的演员 代表了一阵的这个 就是工会的演员 是吧 这个能 当然我不是说小院线 不是独立之作 基本上上院线 你基本上就是个 工会演员 那确实也是不一样 但是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仅 那你觉得 你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说 为什么你会觉得 我现在好像还没达到 我希望能达到 因为我现在也不是把所有的 建议都放在这一块 我更愿意是把它当做一个 非常丰富自己日常生活 这个娱乐性质在这里面 这就是有个矛盾 我们不是说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哈里也没有把这个当 当那个 现在蛮想 但是 但是差不多了 这个我跟他是蛮有 那个话题可聊的 因为我认识他 就是在这种 他在学习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们在一个话剧里面 我们一起演 对 说实话 就是我再讲一下 我的跟他的一个体会 就是他 其实他总体来说 他比我要强 就各方面吧 就 我当时还 比你要强 我们没 我讲的是表演吧 表演 其他方面还没试过 没法试 所以我们其实蛮熟的 后来我们一相互一起鼓励 有难有事进 我们一起去试试吧 哈里总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 我刺激你一下 我现在又获得 这个是最近特色的 所以你的演出机会要比他多得多 现在 当时他比我多 让我好生羡慕 就是他现在这个 我当时他呢 当然这是一个确实 他刚才说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确实是一个矛盾 你还是 肯定是要在上面有一定的时间的 那个 分配 那后来就是我 他有一次去 有一份工作 然后我就说 你那么喜欢的那个表演 你舍得放弃吗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正常 周一到周五上班的话 那你周六 就剩下周六周日 那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可能很多试镜都没有机会了 那我跟他就聊过这个话题嘛 对吧 那次哈里特别慷慨接 然后我聊了一个多小时 所以后来呢 就是讲到什么 讲到就 后来就是我这边有接到一些试镜 我还找他做我的那个partner 就是他帮我那个读 对词嘛 那他还给我 还给我蛮多那个的建议什么的 所以你要是成了这个 这个周先持战角色 那我就成了这个皇纪配角了 这个 咱是这样的 当然哈里能活是吧 你现在活了 你现在活 就是说 其实我咱知道有一个 其实就因为就是哈里年龄段不一样 哈里他现在能适应的角色 就是说对他来讲可能机会比较多 他这个年龄段 因为可能像你这个年龄段的可能导演的选择也比较多 对对对 是吧 他不一定竞争比较大 而且可能加上你的这个时间啊 精力又不是能完全配合 对对对 我们这些 你像我们这些 这些组 他又不可能说是 等一下 一下子能够等你啊 或者什么的 所以可能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的原因 我觉得 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可能是 我觉得你现在还处在一个 还处在一个 不是太确定的吧 就在一个摸 就是摸索或者是一个 对不确定 你就说对了 不确定的阶段 所以你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个 主要的事情 或者主要 或者是我非爽不可的一条路去做 对 基本这种情况 我跟你说 我不是打击你啊 对对 他其实啊 这个事情还不是关乎到 就是东东本身个人的情况 我发现就是 这个区别吧 可能跟我们整个这个 这个民族 或者这个这个文化思路的有关系 我因为我们这些就是东方人 尤其我们华人啊 他有这么一个就是 我得先吃饭 咱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 我得先吃饭 我再追求梦想 对吧 但是我接触过很多这种 就是老母当地的啊 这年轻人啊 那就是南方的一些小城镇的 一些小年轻人 他可能背个包 背个随身包 他就出来了 到洛杉矶来了 他对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未知 但是可能他就没有退路 他可能吃饭 每天吃饭 我们甚至看见有扒垃圾箱的 你知道其实这个扒垃圾箱不是说别的 美国有一种这种生活方式 就是扒垃圾箱去吃这个这个 专门吃垃圾箱里的东西 有这种这种生活方式 但是他确实就是 我先不管我能不能吃饭 我先追求梦想 对 他是把梦想放在前面 然后家庭也没有这种压力 所以我们我们这种是面对两种不同的困境 像他那种人的困境是生活的困境 但是在梦想上他没有 没有犹豫 也没有限制 也没有犹豫 也没有限制 就是我就奔着这条往下走 对 那我们呢 可能面对是另外一种困境 我们的生活没有困境 但我们这些华人 目前来讲这个 这个圈的华人的困境是 我怎么去选择到 但是移民过来先是 用一句话说 先稳定再求发展 先身份再吃饭 这些都是稳定的东西 先想稳定就得先包括移民 包括吃饭 对 吃不饱 感觉想发展什么东西 我觉得每个来美国 一开始都抱有一种 我要去美国 可以重新来 要有选择自己的 所以我们就说的 这种困境 就是选择的困境 这个我们 这个我觉得是你和现在 很多这种 就是想进入这个 表演行 或者这个 演艺 这个演员行 常列的人 尤其是华人的孩子 我碰见一个女孩子也是 挺年轻的 二十多岁 可能二十出头吧 我给我自己三年的时间 我要能红 我就 我就坐下去 不能红 我觉得这样也可 我就不做 问题是 对 我还是说那句话 这是另外一种困境 对 就是你选择的困境 对吧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问题 其实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 你也能生存 我跟你也聊过这个话题 对 其实 已经在录了 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这个 比如说节目 就是我们这个 栏目的这个 这个特点就是 录的时候 你感觉不到在录 就是要这种感觉 一般可能还 说出头 所以我们经常就 聊得特别精彩的时候 发现卡没装 没装 然后 满了 所以我跟咱们总结 就是刚才说了一下 就是这种 是这种 选择的困境 这是对我们 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华人 就是美国华人圈 年轻人 想做这个行业的一个 但我感觉有的时候 就是说 有选择 他有东西说 困境在于 你选什么 to be or not to be 你可以去选择 其中一个东西 问题是 你有退路的话 对 你可以去选择 就是你有退路的话 你的主因动力 就不会那么强 就为了一块面包 那我说什么 我要抢这个面包 对 就是刚才我说的 我为了一个角色 我可能会 他付出的努力 跟你可能就不要 也许你回家 就只是对着镜子 去表演一番 就是自己试一番 可能他的这个状态 就是可能会挖到 自己内心最痛苦的一面 去挖掘这个角色 那对角色的理解 又不一样 我们前面有一群蜥蜴 又多了一个观众 这我们的现场观众 而且这个是我刚刚看 从外面直接爬进来的 从门缝爬过来的 他估计也有演员 对 动物也可以上镜 也可以的 而且还更加难得 变色龙 行那今天 就暂时先聊到这 我觉得这个话题 应该还是开启了一个 大家的一个一面 我觉得东东会代表了 很大一群人 有一群人 有一大群这样有梦想 有梦想 打以后吧 有梦想 一定要把这个梦想的路想清楚 对对对 自己先过一下 然后是不是确定要走这条路 而且我还说那句话 人做什么 有时候是天定的 有时候你想绕都绕不开 那就是没有选择了 其实 最后你 最后你通过自己内心的这种 选择以后 你会发现 实际上 你注定走哪条路 其实已经早就定了 早就定了 咱别说天注定吧 可能就是性格决定 已经决定了 性格是打娘胎 可能就出了 对 但有时候也要反过来 如果你在太看这个命的话 可能估计你也会影响 或者你看得太明白了 你可能就失去一些兴趣 反正就是 我觉得就凭第一感觉吧 就是哎 我觉得我喜欢 那你就喜欢 那你就不能说光喜欢 你还得去拿点时间 然后去经历这个过程 对 比如像我 我个人就会 就是建议 喜欢这方面的人 就是大胆去尝试 你就是说 to be or not to be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你是为了拼这块面包 还是不拼这块面包 但是大胆去试一试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东东已经给大家一个建议了 事实非常不重要 年轻人的机会多 对 东东自己就给了大家一个建议 明年差二十八 然后呢 我们下回再聊一下 他到底是确定没有 怎么确定的 我的土壁 脑土壁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我们欢迎大家都来上我们节目 来一起来聊 好 行 拜拜 拜拜 下回见